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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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大家好 我是Shin 上一个视频我们分享了 就是龙毛的笼子啦 还有饲养环境啦 还有一些白色啦 然后这个视频主要是要讲一些 龙毛的 因为龙毛是要占了 很重要的角色啦 因为他们必须要提供 龙毛全面的营养啦 然后才能够保证 他们能够健康的活着啦 然后我的饲养方式就是 火味的饲料是 龙毛专用的饲料啦 然后这一类型的饲料 和兔子的鱼皮的饲料是完全不同的啦 因为龙毛饲料 它里面有很多 很多是木草的成分 做成的啦 然后兔子的饲料 和龙毛的饲料是有不同的地方是在 兔子的比较有一些 会加入一些骨类啊 或者是蔬菜的成分 龙毛的就全面是多在木草 或者是叶子的那一方面的植物啦 呃 我们平均有算过 平均一只龙毛的话 是 50个人左右啦 它可以吃的饲料 如果体型较大的或者贪吃一些的龙毛 它可以吃到 6到70个人以上的 再补充一点啦 龙毛饲料尽量调一些是 纯龙毛凉的啦 不要添加另外的 烘干了的果类啦 或者是坚果类在里面 甚至有一些添加人工色素啦 这些飼料的话 这类型的飼料 会造成龙毛挑食的坏毛病 如果龙毛开始挑食过后 它会选一些它喜欢吃的 食物啦 然后放弃一些对它有益的食物啦 这样子的话很难平均它有 全面的营养啦 然后时间长了 是会 龙毛的免疫力是会下降的 然后很容易生病 甚至有一些会很瘦 或者是养不到的问题啦 有养龙毛的就应该要注意这一点啦 我的饲养方式是每天早上都提供它们全天需要的龙毛饲料的分量啦 然后因为龙毛是这样子的 有些时候它会吃下吃下然后睡早了 然后醒来的时候它又会继续吃啦 所以可以的话就提供它们全天的饲料啦 因为可以确保它们无时无刻要吃的时候都有的吃啦 这样子才能够把它会养得肥肥胖胖 另外一个就是草啦 草我会 我也是会提供Demotie草啦 全天的分量啦 就是全天供应给它们有Demotie草啦 除了Demotie草以外 会给Middle Hay啦 然后Middle Hay和Demotie是可以全天供应的啦 这两个草都是有高Fiber 就是这样它可以帮助它们的肠胃补动啦 另外一个是Albaba 然后我用Albaba的方法就是 给一些体重偏轻的龙毛啦 然后增加它们的体重啦 它们需要更多的蛋白质去 增加一些肌肉啦 然后让它胖一点壮一些啦 另外的话就是给一些 哺乳症的龙毛妈妈啦 或者是龙毛宝宝啦 它们在成长过程中蛋白质是不可以缺少 然后占两非常重要的角色 Albaba的蛋白质会高过Demotie啊 还有营养价值会比Demotie高一些啦 但是给成年龙毛的话 是不适合长年使用那个Albaba 因为过多的那些蛋白质会造成成年龙毛的身体的负担 或者会造成往边这个是对生命有危险喔 除了这两个东西的话 我还会提供它们维他命C啦 为什么要提供它们维他命C 是因为维他命C的话 可以帮助它们的毛发成长 还可以帮助得到它们的皮肤啦 可以降低这种防剋层几率啦 除了刚刚讲的主粮啦 药物草类啦还有维他命C啦 我偶尔还会给一些TREMENT SUPREMENT啦 然后这一个TREMENT SUPREMENT 并不是只可以用在于那些生病的龙毛啦 或者是不健康或者是偏瘦的龙毛 给予这些健康的龙毛的话 也可以帮助我们补充它们的免疫系统啦 还有增加身体需要的维生素啦 多样化的维生素还有矿物质 这些对这些龙毛来讲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我总是觉得避免好过于治疗啦 所以在龙毛生病之前还是要做好避免的工作啦 这样子的话可以确保龙毛或者渐渐看看 还有长长久久 我饲养的龙毛是很少生病的哦 可以耐上10年10多年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就是如何储存那一个鲜料啦 鲜料的话可以的话就摆在一些Doubleway里面啦 然后放在一些没有避免太阳直塞啦 或者是潮湿的地方啦 因为如果潮湿的地方它是会发霉的 另外的话太阳直塞的地方那个鲜料会变成黄啦 然后它会降低那个营养价值的 还有就是Doubleway里面也是一样啦 要避免太阳直塞 还有就是发霉的地方啦 所有牧草类都是需要避免这两个问题的 这一个video就讲到这里为止啦 下一个video我们会讲一些其他的啦 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问我 或者是想要知道的 可以留言或者comment 然后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谢谢大家